Hello 大家好 今集会分享铅菜鸭 其实它就是咸菜鸭汤 鸭的份量我只用到四分之一 我已经叫街市的老板 帮我拌开一块块 我会洗干净鸭 然后去掉它的皮 如果不去鸭皮的话 煮完汤会很油的 接着都会帮鸭肉飞一飞水 飞走一些汁 煮完汤就会比较清辣 其他材料包括潮州咸菜 大概250g 咸菜都有分几种 千万不要买到酸菜 我只会洗干净之后 就切开它 今次我是不会泡咸菜 避免泡完之后没有咸菜味 如果你买到的咸菜是比较咸 也建议泡五分钟已经足够 在这里是用到1.5公升的水 水滚之后就放飞完水的鸭肉 和咸菜下去 咸菜是属于比较衡量的食物 所以需要切几片的筋片 放进去调和的汤 三粒咸菜梅也是一个必备的材料 因为它的咸酸味和这道汤很大 这是两粒豆河 可以在药材店买到 我用一个刀柄把它切开 用刀柄把插开 一汤匙白胡椒 我将它放入袋子 然后才剥碎它 它就不会飞到周围都是 新粒去核的红棗增加它的甜味 街市卖含菜的老板教我 加多几粒蒜头 会增加它的风味 而我试了之后真的很好吃 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了 现在就用大火滚它20分钟 让材料释放出来 然后先转中小火 滚多一个半钟 这个就是煮了一个半钟的汤 准备3粒番茄 然后把它切开 放进去 用中大火煮它20分钟就完成了 太早下的话 煮得太久 因为蕃茄就很容易散开 看看蕃茄已经沸淋了 但依然保持它的形状和口感 这样的 现在就试一下味道 再加适量的糖 调和一下它 这道汤就完成了 我老婆经常都会分享美汤的食谱 订阅我的频道 有新片就会通知你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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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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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